你要是执着呢 佛也什么 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还有一个他在 他在 那个执着念佛 佛号念不起来的时候 他会听到空中有一种音乐伴奏念佛的声音 这个但是不是阿弥陀佛的佛号 而是提醒他自己的 自己佛号神提起来的一种音乐伴奏 刚才说的这个原则 一定记住 不管什么境界先前 一开始不理会是好境界 佛在认识 如果稍稍执着了 都是磨境界 磨境界什么 让你生烦恼生疑惑 让你起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磨 你境界先前 妄想分别执着不深 你已经成佛了 你还分别这个分别那个 执着这个执着那个 把你的清净心全部毁掉了 我们念佛 念佛目的在哪里了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你把这两句全毁掉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为什么佛菩萨不常常现前呢 常常现前 你一定深妄想分别执着吗 哎呀 佛菩萨常常照顾我 又不常常照顾你们 你不去分别执着呢 所以佛菩萨不来是大慈大悲 那你喜欢感应 喜欢神通 魔就得起病 魔就常常来实现 常常来跟你开开玩笑 常常来把你的这个这个清净心扰乱 就这么回思考 这次四十真相 了解四十真相了 不管是佛也好 是魔也好 就照《论言经》上所讲的话 一开不知不理会 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 都是好境界 不能保持清净心呢 就不是好境界了 也要不要碰它 让待会她还有一点 你会想找到 我嘢 我 打不知 你 不是